王爽茜是郑州市公安局 二七分局密封章派出所的民警 近日王爽茜所在派出所的厨师 因特殊原因被要求隔离 在派出所内 住勤的近30位民府警的一日三餐 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派出所能够正常的进行运转 我从原来的办公室才到内勤 角色转变 转变为一个颠大勺的食堂的大厨 王爽茜说 虽然平时在家中也曾下厨做饭 但毕竟人少 菜量很好掌控 可如今面临的是30个人的大锅饭 自己心里突然没了底 在保证饭菜按时供应的同时 还要讲究饭菜的质量 让大家高品质用餐 成为王爽茜目前最紧要的任务 王爽茜说 为了准备一天的火食 她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床 从备菜 切菜 炒菜 塞到大家吃完饭后清洗餐具 这项看似普普通通的工作 往往要花费三四个小时 一餐如此 餐餐如此 作为一名党员 王爽茜身先士卒 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表率 王爽茜的做法 同事们有目共睹 也都纷纷称赞 王爽茜 家餐后味 这个做了比特好可口 辛苦了 能够保证这个战友们 在不管是街出景啊 还是这个执勤 回来之后 能有一口热葫萝饭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